作为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主兵国 意大利国家馆于4月11日开馆 该馆主要展示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 及其多个意大利制造会员品牌 包括时装、设计、食品和饮料、汽车、珠宝等品类 意大利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玛利亚特里波迪 在当天的开馆仪式上表示 意大利很荣幸能作为主兵国参与本届消博会 此次消博会上 意大利企业云集 这是该国企业持续分享中国市场红利的成果 他们也期待高品质的产品能获得市场的赞誉和认可 中国意大利商会秘书长易斯勒表示 这次来参展的不仅有意大利知名企业 还有很多中小型初创企业 他们看好中国的市场主动加入到消博会展览 我们的一些企业非常了解中国市场 比如一些知名的大型企业来参展主要是想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 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便利 因为在海南举办的这个消博会 以及意大利政府对未来发展的计划 我们相信这里有双方共同的利益 因此我们来这里与当地政府一同探讨未来 意大利和海南之间的合作事宜 也会为双方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机会 主兵国意大利此次带来了147个品牌 参展品牌数量和展位面积均比上一届增长一倍左右 不少参展商表示中国市场潜力大 希望通过消博会这个平台创造更多商机 当然我们想找其他的进口商 就是代理商 也可以帮我们在南部 甚至在海南代理我们的品牌 我觉得中国南部的话 也发展的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觉得也今年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 反正总体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这个权力 是肯定是会带来的很大的机会的 参加这个展会 就是会有机会接触到各种经销商 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变成我做伙伴的一些公司 我觉得很有潜力 有很多机会的 非常的乐观 中国很大 中国的消费能力也很强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可以在中国好好发展